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 壮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壮新闻 我是黄青龙 我想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 中美贸易谈判的后续 因为就在各界 全球各界也包括 经常在我们POP壮新闻 来为大家解读的 经济方面的很多的专家 都预测说 美中贸易谈判 应该快要达成共识 结果突然间 在前天凌晨 前天凌晨 川普忽然间 在发表他的推文 宣称 这个礼拜五 就要对中国 来调高2000亿美元 货品的关税 到25% 而且还威胁 要针对剩下的 这3000多亿美元的货品 全部纳入到 课税的范围 这个消息一出来 不得了 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版头 标题叫做 川普两条推文 集成了全球股市 这个股市 多严重呢 这个以中国股市来讲 中国股市 是下跌了 百分之将近百分之六 将近百分之六 可能是这一波的 这个受到 这个川普推文 有关中美贸易战的 可能逆转的 这样的信息的影响 最严重的一个股市 那但是呢 非常的怪异 就是大陆的官媒 跟主流的网路媒体 那么几乎对于这个事情 几乎全部都晋升 而且甚至还想出各种理由 来解释说为什么股市会大跌 那这个媒体报导说 这种现象让人看了之后 觉得非常的这个发虚 好像集体在上演 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好这个我们来看 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这个讲到说 大陆股市昨天收盘 是重跌了百分之五点五 这五点五是很大的一个 这个跌幅 那我们都知道 主要就是因为川普的 这一个讯息 但是大陆主要媒体 对这一点几乎一个字都不提 连股市收盘后的分析 也完全不提 而且还要为股市的崩盘 找各种理由 像大陆的网路财经媒体 瓦尔街建文 在报导的时候 他就只有表示 说受海外消息的刺激 那新浪财经 股市收盘以后的分析 整篇都没有提到川普 可能提高对大陆商品进口灌税的消息 连这个一项是被认为是鹰派的观察 折网 那昨天他们说有报道 入股开盘大跌 但是并没有提到跟川普最新表态有关 只有提到说 美股三大股指期货大跌 是刻意闪避两者的关联性 然后呢 大陆网路上一些相关的讯息发出了以后 很快就被封锁 删除 有微信公众号群组 甚至呼吁网友 务必克制 从现在开始 不要谈中美贸易摩擦 跟中美贸易的事情 要静候官方公布 中国代表团是否到华盛顿的消息 但是呢 大陆网友他们也发挥创意 转个弯表达不满 有网友在微博发文说 不要看不起政治家跟官员 人家牛逼的时候放个屁 就能让股市崩盘 然后呢 还有人说 想想也是搞笑 这么大的经济体 因为一条推特就成了这样 还有网友写起打油诗 长假归来一身皮 梦想股市有点戏 谁知川普忽变脸 叫声 全隔壁 好 这个是股市的 大陆股市的跟股民的一些反应 当然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一点 听众朋友 今天很想了解的是 到底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发生 川普为什么来这一招 以及什么原因 促使他这么做 还有呢 接下来的发展会是什么 好 所以从昨天开始 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 那么一直跟 为大家在收集 观看各种资料 大概归纳起来 应该讲 是以下几个原因 当然有直接的导火线 还有一些情境因素 什么叫情境因素 一会儿来跟大家解释 好 这个直接的导音 现在应该是很清楚 包括彭博 包括路透 包括所有的外电 讲出来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川普为什么不满 那么他为什么突然间在本周 就快要达成协议的氛围之下 突然间来这么一家伙 好 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子 应该是在 就是上个礼拜 在北京进行的 这个第十回合的 这个谈判 那么本来也非常的顺利 但是美方的主要的代表 赖特海泽 那么这被认为是一个相对鹰派 也是当年主导美国对日本的广场协议的 这个主要的这个负责人 那么赖特海泽呢 他跟川普的报告说 中方 中方 那么突然间 对于这个强制技术转让 这个已经答应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了 又要重新说要修改他们的法律 那么 那 赖特海泽跟川普报告说 中方等于试图要重新谈判 那么根据 这个泄露出来的消息 所谓的中方的重新谈判 其中有一个条件 应该是 中方想拿这个一点 就是所谓的技术 强制技术转让 暂时的不退让 来交换美国 就是说 你这一次 这个协议之后 达成协议之后 你必须把你前面 所有的 就是从去年以来的 那这个两千亿的百分之十 跟这个五百亿的百分之二十五 全部都要取消 全部都要取消 那么意思就是说 这个既然是一个协议 那就应该要回到贸易战 之前的两边的一个状态 之前的一个状态 那这一点显然让川普 是非常的这个不接受 川普不接受的原因是因为 说川普当然不认为 打贸易战是他的错 他认为原因是中国先错 是因为你跟我打一个 是不公平的一个 一个贸易的一个竞争 那我现在只是要把它 这个这个这个桥回来 那你来你来拿这个 来跟我要交换 那这我这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 也就是说啊 这个中国是要求重新谈判 那么把之前包括技术转让 包括对这个国内企业的补助 还是还有包括云端市场的 要不要全开放啊 那么这些条件通通绑起来 是要美国同意啊 包括说所有的所谓的监督机制 都是要双向的 以及必须让两国的关税的状态 回到贸易谈判之前 贸易战之前啊 那这那的话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只有啊 我不再加增从10%变成25% 呃就可以啊 而是必须要请你把前面 你在从去年的7月以来啊 第一波是500亿 后来是2000亿 那么500亿变成25% 2000亿是10% 那你现在说 我就不会把你这2000亿加到25% 你说取消将不够 中方要求回到之前的啊 2000亿的这个10%要取消 500亿的25%也要取消啊 那川普当然不接受 川普不接受 那么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导火线 我们讲了说这个啊 一个一个原因啊 但是呢 他也有情境因素啊 所谓情境因素就是感觉的问题啊 什么叫感觉的问题 因为在 呃也就是在前两天啊 美国公布啊 第一季的经济成长啊 非常好啊 那么美国的失业率啊 这个3.6次降到五六十年来最低啊 那么整个的经济向好啊 这是一个让川普可能会感觉到说 你看我光是从跟你的这个关税当中啊 我就让美国省了多少钱 经济得到多少好处啊 所以他当然不愿意把这个啊 这个之前啊 已经课证的关税啊 这个时候再吐出来了啊 这是一种情境 但另一方面当然因为经济好 他认为他的底气足啊 在所谓跟中方的这种较劲啊 时间站在谁那一边 他当然显然会认为说 这样对他时间是有利的啊 那么另外一个情境因素 可能也跟上个礼拜啊 中国大陆一方面在青岛 有一个这个啊 海军建军节的70周年 那么各国啊 在这次美国是没有参加 但有十几个国家的军舰都去了啊 另外呢在北京还有一场第二届的 这个一带一路高峰会啊 那么显然让美方会感觉到说 中方的扩张啊 跟美国在国际上的地缘政治也好 经济上影响力的扩展啊 完全没有松手啊 那完全没有松手 那么不能排除美国也感受到 那从这一点来讲的话 现在的贸易谈判 还是一个可以压制这个啊 这个美国的一个啊 中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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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啊 所以这当然不能放弃啊 好这是我们看到所谓可能的原因啊 当然还有种可能是 正是因为还有一些地方 没有谈得很完整啊 所以现在呢 川普的谈判策略啊 在他的所谓谈判的艺术当中 他早就讲过啊 那么他是用进退进退的方式啊 来跟对手啊 来博弈啊 所以不排除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目的不是为了不达成协议啊 他是为了要达成协议 只是呢 时间临到头了之后啊 那么就有一个强大的压力给对方 顺势让对方必须要让步 然后最后能够真的还是在 这个礼拜五之前啊 能够达成协议啊 那当然这个前提是要看 中方愿不愿意退让啊 因为现在包括有港媒 南华早报啊 的消息是认为说 习近平是否决了让步的提案 这个可能也是中方的代表 后来临时要求重新谈判 那么导致莱特海泽不满 向川普做了汇报 而有了这个推特的原因啊 但现在现在怎么办 昨天大陆外交部啊 那么已经在很快的时间就宣布 那么中方的代表团还是会到美国去啊 那么这个暂时化解了啊 大家所担心的可能谈不下去了 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因为大陆外交部昨天并没有明白的讲啊 大陆的主谈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啊 会不会去啊 会不会去 那么现在呢 也有经济学家 就是巴克莱的经济学家 他们预测了 他们认为 如果啊 如果刘鹤没有参加 这个在华盛顿举行的 这一回合的贸易谈判的话 那么美国礼拜五 本周五提高关税的税率啊 把那两千亿啊 从的大陆的货品从百分之十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呢 这个可能性啊 就会大大的增加了 好 好 我们呃 跟您就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最新的发展 跟原因呢 跟你做一个整理会整哈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来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 好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国家政策基金会的特别研究员李华秋 带来我们节目现场 华秋兄早 大家好 是 这个前面我们讲到的中美贸易谈判 这当然是一个现在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 我们节目会设施为您掌握 但同时啊 我想也在提醒听众朋友不要忘记啊 因为上个礼拜六啊 是五四运动的一百周年 所以昨天我们也曾经就五四运动在 包括两岸 包括有很多的出版品啊 有相关有关五四的出版品 那都在这段时间有出来啊 那么关心这个议题的听众朋友啊 也可以啊 如果您昨天没有没有注意听到 可以再上youtube去听一下 昨天我有谈到啊 这个五四百年啊 那么现在很多的专研的报告都有出来啊 好 那么不可避免的我们会关注到是因为习近平在四月三十号的时候啊 那么在大陆的这个有关纪念五四百年的这个集会上啊 那么他也发表了一篇长篇的讲话了啊 那这前面讲话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啊 是他去浓缩啊 这个告诉大陆年轻人啊 中国共产党现在看五四啊 重点在什么地方啊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包括毛泽东在内 他对五四有八个字的评价 叫做爱国进步民主跟科学啊 这个四个名词 四个名字 四组名词八个字啊 但是呢 大家看到习近平的这个讲话 百年纪念的讲话上呢 他更多的突出是强到爱国主义啊 那当然对进步性也有提到啊 但是对民主跟科学啊 就琢磨很少 而且他甚至呢 把爱国啊 进一步在浓缩 是要爱党啊 要告诉你大陆年轻人说 你要这个这个听党的话 跟着党走 这个就引起很多人的议论 其实连大陆都有人 对这个问题并不认同啊 这个华学兄弟也常去大陆 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 为什么会这样讲这个话 我们从台湾的角度 要怎么来理解呢 是 我想了习近平在五四的 这一次的讲话 重点在听党话跟党主 这句话 这六个字看起来简单的 事实上它意然非常深 那么我的解读是 我觉得 对中国当中来讲 意识形态 如果不能够去除的话 人的思想受到束缚 跟受到控制 对 那么这个国家 现在有钱 战略方面也非常强 但缺乏文明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 我们深思的地方 也就是说 这个国家 要到达文明而强大的国家 还有很长的距离 党的这个总书记 这个说法 我相信在中国大陆的 许多的年轻的朋友也好 知识分子也好 甚至于一般的百姓也好 都有一定程度的不同的想法 那么可能我认为 也许多的大陆的民众也会觉得 都已经21世纪了 这个时代了 建党也将近100年了 对 那么我们还听党的话 跟着党走 到底要听什么话 走到哪里 我想呢 这都值得进一步来观察 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国家 到现在 可以说是全世界仅有的 最强大的国家 还在做引党领政 对 那其实领政领军 这都不是那么重要 最重要是领人心 这个领人心就是领一切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一切 不管是政府的措施 或者是民间或学校 他的思想是统一的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国家 不得不让我们感到 非常的忧虑 忧虑的原因就是 用思想控制 用意识形态来治理国家 这个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老百姓所追求的 天赋人权的民主自由 人权 他的距离还非常的远 那么老百姓 所能够知道的东西 是被控制的 那么在我常到大陆去 到大陆去以后 email就不是很通了 那么wechat也有问题了 那么lite也有问题了 换句话说 你的一切 你想要知道的东西 其实是有受到控制 那么这种控制 隐约当中 让你感到不方便之外 其实心灵上的那一种害怕 那就是一种压力 也会自我设限的 对 也会自我设限 对 这个的确 就你刚讲到一个 叫时代性 你说如果这是在 五十年前讲这个话 大家不难理解 对不对 五四运动五十年 是在一九六九年的时候 当时也就是 刚好在文革的时候 对不对 那但是你现在已经一百年了 是 已经一百年了 那我看这一段时间 也有很多人在讲说 科学 科学的东西 中国人文化上里头 更多的是对科技 的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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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 他是对学 事实上是不像西方人 这样子 有那种钻研的精神 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 一个造成的问题 但是你其他的部分 包括民主 民主 其实民主很多人会讲到说 也不是就有一种方式 大陆也是用这个理由来讲 所以他们会讲说 他们是 这个人民民主专政 他是一个 有中国特色的 这个社会的 等等 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我同意你的看法 就是说 到现在一党领政 而且党在国之上 没有党就没有这个国家 这个是很难想象的 当然这些话 现在讲出来 让习近平这个时候 讲出来也不能排除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过去这十多年 整个 我们看到西方民主体制 也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这个造成了一种混乱 到此大家对民主价值的信仰 开始非常的这种 甚至相当的动摇 这也是一个原因 好 不过呢 除了这个以外 另外我们看到 有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知道孔子 孔夫子 孔夫子在 五四运动之后 其实他一度是成为 这个革新派要打击的对象 所以打倒孔家殿 那当然到了文革的时候 甚至批孔杨寝 那是更不在话下 但这几年 大陆对这个 所谓的传统文化的 一个恢复 所以孔子变成一个象征 海外还要建立 这个叫做孔子学院 对不对 可是这个孔子学院 会不会弄得太过头 对孔子的这种塑造 为什么我们这么讲 因为山东 山东 山东有一个地方 叫做平渡 平渡市 它这是一个 有一个知名的 一个风景区 叫做圣水浮津公园 那么在五一长假 这几天 结果很多人去玩了之后 才发现了这个地方 本来有一个叫做 山东第一观音 这样的自称的一个 圣权观音像 就他们到了之后 发现这个观音像 已经被整容了 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种很奇怪的 布伦不类的孔子的头 观音的身 这样一个塑像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布伦不类的 这样的一个塑像出来呢 原因听说是因为 当地的村民 因为当局 说要把神像 要拆光 所以观音 观音是个神像 必须拆光 那怎么办呢 那他们又不想拆掉 可是又不能不服从 那怎么办 就折中吧 就把观音的头 重新整修 整修成孔子的头 就变成这样一个情况 好 这个现象在 摆在五四百年的 同一个时间点出来 我觉得也蛮有感慨的 你的看法 是 这个事情 我的感觉是鲁家 一直都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那么他其实是深植人心 也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可是事实已经到现在来讲的话 那么我们如果从山东这个故事来看的话 不得不思考到 中国大陆在这一二十年 在全世界各地建了那么多的孔子学院 其实他的效果 初期还不错 但是呢 这三五年来 西方国家都一直担心 孔子学院在当地 原来西方人的理解是认为 他只是要来教华语 教传输中国文化 可是后来发现到其实并不是 西方许多国家甚至于严厉的指控 某些孔子学院 他是一个勤修的机构 那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 当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说 他一定是这样 但会引起这样子的一个思维跟逻辑 中国大陆必须要去思考 设这么多孔子学院 最后的结果有这样的误解 或者是真的有这样的事实 他必须要进一步来澄清 那从刚才社长讲的这个 孔子的头观音的身相来看 我的理解是 还是意识形态 在清晰的人心 人心的这种蠕动 受着整个意识形态的变化 到现在一直没有去除 那么武士运动 距今已经百年了 中国人到现在 还会用孔子的头跟观音的塑像 那表示 他的进步幅度 仍然不够的开放 不够的奔放 思想如果不能够解除 思想不能够开放 人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 不只是科学受到限制 科技的进步当中 隐含的思想 这个保守 这是一个极大的隐忧 没错 就是我们讲说 昨天 今年是达文西 这个500岁的生日 达文西是文力复兴时代的 代表性人物 这个文力复兴 讲到文力复兴 大家都会讲到说 启蒙运动 本来五四运动 有人认为是中国的启蒙运动 那么五四运动之前 叫做古代中国 五四运动之后 叫做近代中国 但是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来看的话 也不免感慨 事实上 不只是在大陆 在台湾也是一样 我们真正的说 所谓要进入到一个 启蒙的时代 真正的一个民智大开 整个社会 非常的通透的境界 还有很多的一条路要走 包括台湾 我们现在制度 也还有很多的问题 那中国大陆是根本 还没有经过到这一步 现在是在一个 我们讲的说 用党来管制一切的 那么可悲的是 还有很多人相信 说这样的制度 对中国人才是好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继续来聊聊 这个最近最热门的 这个国内的 这个选举的议题 韩国瑜的这个选举 跟郭台铭 郭董的选举 这里头还有好多的问题 现在有待解决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到 POP壮新闻 这个高院市长韩国瑜 有关他是不是参选 2020总统选举 这样的一个话题 应该说从去年选举完之后 一直就没有停止 那么在经过韩市长 又到东南亚 到中国大陆 又到美国访问等等 这回来之后 应该说这个话题越来越热 但是一直有个问题卡着 哪一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是说 那么韩市长到底要不要参加国民党内的初选 这是一个很多人在问的 第二个是他是不是真的已经准备好要参加总统选举 第一个问题后来就演变成他的五点声明 所谓的被动参选 但是呢现在吴敦丽主席也提出来了 那么既然是参选 不管主动被动 大家条件都一样 要缴保证金 要这个参与说明会证件会 那民间如果要办辩论会 党中央也乐观其成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 这个一些支持韩国瑜的朋友所想象的说 韩国瑜的被动参选就是 我就躺着不动 反正对外民调出来 我就提名的就上去了 事实上你还是要参 作为一个参选人的某一些角色 你还是得到里头去 那现在不明白韩国瑜会不会参加 第二个是韩国瑜到底有没有准备好 以及一派人士认为说高雄 国民党好不容易二三四年打下来 那么现在根基还不牢固 这个所谓的绿地要怎么把它变成蓝地 需要有人经营 那么反正韩国瑜既然说 这个高雄市还是最重要 应该先把它做好 而不是先来选总统 好这个花学兄您怎么看 我知道你已经听到党内 现在有两派一见 我们所谓的蓝军的知识有两派一见 你的看法 关于高雄市长韩国瑜 要不要参选总统 我想他最大的压力跟障碍 是他觉得他欠高雄人一份情 他十几年离开政坛十几年 好不容易到了高雄市去选举 出局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要理他 到了去年九月慢慢慢慢上来 终于在去年的十一月二十四号的晚上开票之后 赢了十几万票 让他当上了高雄市长 所以他觉得这份情他不能够忘记 他也不能够摆下来 这应该是他目前是不是要参选最大的一个考虑跟障碍 可是我觉得当然高雄市他这二三十年在民进党的经营之下 有好有坏那么也有三千多亿的这样子的一个债务 这个非常的困难 那么我想高雄市不可能在短短的四个多月不到五个月当中 韩国瑜就能够把他正率起闭 那是很困难的 那么同时我们也发现到高雄有很多的必须要进步的地方 比如说就业的问题 比如说科技业发展的问题 产业移入的问题 教育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 治安问题 甚至于地方公共设施的问题非常多 那么想要解决这三千多亿的负债 以及让高雄市快速的进步 除了高雄市长的作为之外 我认为中央要给他很大的奥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我的这个观点 我就是用这个观点来鼓励韩国瑜 如果你有机会参选 也有机会当选的话 那么对高雄市的帮助 应该会比现在你当高雄市长更大 我有一个疑问 应该说两个疑问 就用这种理由来认为说 韩市长必须要暂时把对高雄的小爱先割下 说用对台湾的大爱 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说 他一定会当选吗 他出来选一定会当选吗 或者说只有他出来选才能够打败民进党吗 这是人家会问到的同样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一直讲说高雄负债三千亿 高雄的负债 你刚提到说民进党执政 高雄是二十年 高雄是三十几年 这里头肯定有一些 这个执政上表现并不好 不然不会选输了 但是大家也知道 高雄是一个工业城市 工业城市的一个转型 本来就要长一点的时间 那也有人认为说 事实上这个民进党的 在高雄市的转型 走的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不是在回到原来污染的工业的那一头 那会造成这个所谓的这个负债 是一个原因是因为 出债它的整个产业转型 需要投入出起的这一些的 这个设施工程等等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要跟你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是在民进党执政 我们从一六年民进党中央执政了 就高雄的负债还继续这样子 那你怎么会期待说 二零二零国民党回来的中央 高雄负债就可以减少 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 对啊 就是说就是他并不是因为什么 什么原因 他可能根本原因是高雄的 从一个工业城市转型的一个 一个背景时代 用这种理由来变成说 韩国瑜飞到中央不可 好像不是那么的逻辑上讲得通 我的意思 韩国瑜参选市长 或者是参选总统 这两个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他的权限跟他的负担的责任 是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当然刚才社长讲了 这些负债这么多 跟他的产业的转移 跟他的整个工业要调整到商业 甚至于到科技业 甚至于到文创业等等 当然带来很多的负能量 可是我觉得韩国瑜如果有机会参选 然后能够当选总统的话 我认为他不会只是用台湾的力量 来让高雄更进步 或者是让台湾更进步而已 他可以引进两岸关系 更好的更稳定的方向来前进 带动整个用大陆的这个 跟台湾的这个在经济也好 在政治也好 在军事也好 在文化也好 他的稳定度产生的这个创业的产值 也说不定 好 这个这一部分的确也是一个论点 但是我听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论点是 刚好是大陆的设台单位的人讲的 他们认为反而是 韩国瑜现在是包袱最小的 也就是说 他没有那么受原来国民党的这个框架 大家都说他的支持者是超越的 他是第一个走进中联办的 这个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去见了他的这个中联办的主任 所谓的地下的特首 所以有这个大陆设台单位的人主张说 因为韩国瑜根本还没准备好 真的要来当台湾的领导人 他毕竟离开政治比较久 所以他反而应该在高雄好好的经营 而且这四年当中 大陆跟韩国瑜如果有默契 一定会远远不断的来给高雄 这个很多的经济红利 但是他们会希望这个过程中 韩国瑜能够领头 打破台湾对一国两制的迷思 就是对一国两制不要是那么排斥 韩国瑜可以起一个很好的一个 这个标杆的一个作用 这样的话对两岸的关系 可能是带来完全不同意义 你认不认同这样的看法 我认为韩国瑜如果有机会参选总统 也当选的话 他呢不是因为当选了总统之后 让中国大陆来 因为韩国瑜他能够来改变 台湾的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观念 韩国瑜如果当选总统的话 最大的是要改变台湾的经济的 这个不好的状况 让台湾的经济能够在短时间 正衰起弊 正衰起弊之后 人民的生活过好了 过好之后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之后 他当然就会思考 为什么一国两制或者统战 这两个事情在台湾大家那么担心 我刚刚四月底到大陆武汉去参加一个会议 那个会议其实就是在谈两制台湾问题 台湾方案 对他们特别强调一国不能谈 所以谈的是两制台湾方案 那事实上私底下也有大陆的朋友来问你 我们释出民主协商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我说我一点都没有感觉 我说我不代表 我不代表所有台湾人 但是大部分的台湾人 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是有民主都有协商 所以这四个字对我们来讲 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你们必须要再思考一个 能够让台湾人听得进去 能够感动的这样的一个 不是名词而已 是动词 一定做得到 是没有错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会来继续来跟李华学习 我们要谈一谈郭台铭的可能性 我是黄青龙 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 现在在高雄刚好进入到议会的咨询期间 那前两天我们已经有看到了 一个时代力量的议员 所谓的这个漂亮的女议员 那么咨询这个自经区的问题 结果韩市长答复的 坦白说答复的不好了 那么结果这个变成网路上很轰动 这整个的问题 韩市长好像还没有办法静下心来 好好的针对市政有一番左眼 这当然难免会让大家会担心说 那你这样子的话 你真的有办法来担起这个 研究国政来领导国政的一个重则大任吗 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他 你给他什么建议啊 你建议他是不是应该 我建议他必须要 心要静下来 然后呢 不可以犯了口无遮忍这样一个毛病 这个毛病也非常非常值得 深思 作为一个领导人 地方领导人也好 中央领导人也好 不一定要势必轻功 我觉得他势必轻功 造成他的体力负担太大 造成他的脑力的休息不够 所以他在做决策的时候 或者是回应议员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够清晰不够清楚 这个我觉得他必须要快速的改进 对我有个感觉 当然跟韩国瑜认识也很早了 我觉得一方面觉得他很亲切 完全没有 就是他讲的时候没有围墙 这个人真的没有围墙 你跟他接触都非常的好 但是就是你刚刚说的 因为不晓得有些时候 大家聚在一块 他突然间冒出了这几句话 会有笑点 但你会感觉到说 他很用心在聚会的时候 一定要讲出一些 让大家觉得好笑的事情 才增加那个气氛 但某一个部分来说 我反而认为像这样的情况 反而反映出他内心的 这种自信不太够 有一种有一种这种问题 所以让他必须用这样的方式 来作为一个群体的互动 好现在当然韩市长 要不要参选 现在面临很大的问题 事实上整个国民党 现在都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郭台铭 红海郭董也出来了 而且红海郭董这几天 动作很大 这个动作 你说你一样到美国去 人家也去 人家可是到白宫去 那么今天跑这里 明天跑那里 然后又 现在又听说 可能这个六月份 红海的股东会 他就会准备完成接班 看起来他参选的态势 越来越明显 那你这么挺韩国瑜 那你对郭董呢 我想郭董要参选 我们当然也乐观期待 乐观观察 不过我觉得有两个 他如果要参选 他必须第一个 他的财产 他的企业 他要怎么处理得好 这个所谓处理得好的话 不是只是法的问题而已 情理的问题就是说 台湾老百姓 能不能接受他这样处理 虽然这些财产都是他私人的 但是你做一个公共 公众人物 未来准备要参选台湾总统这样的人 你的企业怎么处理 你的财产怎么处理 怎么分配 因为这其实会牵涉到骨灰式的问题 许多他的这个股民 也都在等着在看 那这里我觉得郭董 当然现在看起来动作频频 他昨天讲了这个 跨出去缴了这个两个理论 一个是政治 一个是经济 那当然政治跟经济 能不能同步 我想政治不稳定 经济要同步 那就不一定 所以我觉得郭董的这一个 目前来看的话 除了企业要摆平之外 他自己对政治上的肾死够不够 我目前初步观察 应该他还要再努力 现在郭董看起来 民调上来说 年轻族群 对他的支持度比较不够 所以我们看到那一天 马前总统的论坛上 他特别派了两个年轻人去 估计跟这也有关系 有人出一个主意 郭董现在最困难是 大陆的资产怎么办 所以有人主张说 大陆资产不如是打包 卖给私募 你说卖个几千亿 然后这笔钱 因为郭董以前有讲过 他的金钱 他的财富 百分之九十几 他全部都要捐出来 他不如就趁这样子 如果当选的话 把这些财富捐出来 全部作为青年 我们青年创业 或者说是对青年的照顾 或者怎么样子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不错的一个 他可以来思考 好 这个今天的时间 邀请李华球先生 到我们节目现场来 当然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如果是又有韩国瑜 又有 但是不要忘记 王金平没放弃 他现在人正在道路访问 严格讲 朱立伦也没放弃 最后一分钟请教你 你认为国民党 要怎么样来提名 一个最佳组合 在2020 现在大家都讲主将 没有人讲到副手 我想如果国民党要这场提名 要提名的好的话 必须要主将能够调和好之后 副手也不能够轻视 因为这两个结合的好 将来参选的成功的公算才高 可是我从来不排除 蔡英文有连任当选的机会 我不排除 但如果是这个局出现的话 那台湾人会做一个 恐怖平衡的投票法 就是也许蔡英文连任 但国民党的这个立委 获得大的这个胜利 那是有可能的 对 现在这样的分析 已经也开始出来了 我看到今天林中斌教授 他的在报纸上的一篇评论 就有这个看法 而且他认为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蔡英文在第二任 为了要施政顺利 还得要修改他的方向 好 好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